那另外一個最新的話題焦點 就是針對這個所謂恢復18% 這件事情 韓國瑜市長 他說他根本沒有講過 剛剛是讓我們訪問 這個公務人員協會的 理事長李萊西 他說他沒有講過 但是現在從蔡總統開始 到許多的網軍都在黑 韓國瑜說要恢復18% 那韓國瑜今天 有最新的這個態度了 他說不能什麼話 他沒說過的也要塞進 他的嘴巴裡說是他說的 一起來聽 誰都說我講18% 其實我說表述的 幾個重點 從來沒有提過恢復18% 韓國瑜沒有講的話 不要塞到韓國瑜的嘴巴 我講軍工教級 一個人的青春只有一次 在退休的時候 政府曾經承諾的 政府千萬不能失信 那第二 考試院有完整的程序部 程序部來整個訂定 升遷調補 升遷調補還有整個退府的基金 是一個很健康的單位 那為什麼還在疊床下屋 做的年金改革委員會 那第三 特別期盼整個 公教人員退休金的管理機制 要強化他 那我講的都是像這些 我並沒有講什麼 怎麼現在為什麼 我沒有講的話 一直這樣不停地栽贈我 我覺得非常的奇怪 那至於退休的公務人員 老師警察消防 證明要考量到 如何恢復 繼續去研究 能夠達到一個雙方政府 跟退休的軍工教級 能夠接受的 我們可以考量重新研究 那現役的 政府可以跟現役的來溝通盤盤 這個是非常健康的一個方法 我通常沒有談過18% 就這樣 好 從這個韓市長說法 他不但沒有說要恢復18% 他也根本沒有提過18%這幾個字 那這個過程大概公務人員協會的理事長 李萊希 理事長可能他是最清楚的 目前李萊希現場 這個理事長又在我們的現場的線上了 理事長 趕快這件事情越演越烈了 到底韓市長有沒有說要恢復18% 取消年金改革 跟大家趕快再詳細解釋一下 沒有 我其實就是多事者 好事者要黑寒 那要污蔑我們軍工教人員 貪得無厭 那又利用這個機會 要營造那個選舉的氣勢 因為他們現在選舉低迷 所以希望製造對立 只有製造對立之後 從中去贏得他想要的選票 這個是非常不道德的 蔡總統說不要製造社會對立 其實真正製造社會對立的是誰 就是這個政府 他搞族群對立 搞世代對立 搞直別對立 用勞工鬥軍工教 用年輕人鬥老人 然後把這個軍工教跟勞工切割之後 先改軍工教 那其實當初會出現問題 是先從勞保基金出問題 勞保基金出了問題 結果一檢討結果 不是檢討勞工保險 他是檢討軍工教 讓他先砍 這次砍得很重 那韓國瑜在接受訪談 或是議會質詢的時候 從來都沒有碰觸到實質的內容 因為今天講的是大方向大格局 作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他本來就不需要去詳細的了解那個細節 18%已經到了細節了 那推幼金怎麼改制 其實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叫資人善用 你只要方向對的 用對的人 所以韓市長曾經講過 蔣經國時代為什麼大家有信心 就是大家都很窮 可是因為他用對的人 用了李國鼎 用了趙耀東 用了孫義璇 這樣的人 因為人對的事情就會對 政策就會對 那人錯了 政策就會錯了 就算對的政策用錯的人 也會搞壞 所以其實我覺得重點在這裡 一個國家領導人 你不要期望祈求他 具細民意的什麼都要了解 那現在今天已經把他直接跳躍的 從推幼金的改革 直接跳到18% 過度跳躍我就不需要了 所以我也跟韓市長勸告說 請韓市長以後不要談細節 比如他談到信頼保護 談到政府要履行承諾 當人民的表率 如果今天政府可以被去信頼保護 可以毀棄承諾 那我們一般民間企業老闆 可不可以毀棄他對勞工的承諾 那勞動部會同意嗎 我自己在勞動部上 主管這個業務 我會同意嗎 一個老闆任意的毀棄承諾 那減損他們的薪水 或福利待遇退休金 勞動部不會承諾 不會答應 法院也不會同意 社會大眾也不能認同 理事長 對 那個我們可能還要聚焦一下 就是韓市長到底有沒有講過 恢復18%取消年金 沒有 完全沒有 然後他是不是還為了這件事情 好像有打電話來問你說 他是不是不小心講出來了 是不是有這件事情 沒有 因為他的團隊也有一些人 他們又很關心 第一時間 蔡總統就這樣在臉書質疑 然後他的黨語 譬如說王浩宇 譬如說洪志雍 第一時間就召開記者會說 要恢復18% 然後王定宇說 王浩宇說會再留子孫 媒體就會問我 我們的夥伴或是高雄市民團隊就會問我 問我 那我重新檢視那個代子完全沒有 不管是在高雄市議會的代子 或是接受我訪談的10分鐘04秒 都沒有講到18% 所以我因為是始作庸則 所以我有責任替他澄清對不對 所以我在第一時間在臉書發言 同時透過各種管道來表達 理事長你幫我把鏡頭碰一下 你被鎖定鏡頭了 對對對 好回來了 你有責任 這件事情你有責任 來 繼續 是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是請求韓市長的支持 我們的未來的改革 重新改革 那既然他被誤會了 那我們要負責到底 要幫他澄清 那事實上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韓市長真的是沒有 而且我也跟他報告說 作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不需要搞到細節 對 如果他搞到細節 他忙不完 對不對 那我們的民眾 包括反對黨 因為地方現在是 國民黨是執政黨 中央國民黨是反對黨 那不管中央地方的反對黨 你要有認識 你不需要期待你所監督的對象 要拒絕民意的答覆你 因為各局處各部會分工設職 他們要去處理 你抓住大方向指示就可以了 李市長這像不像是一個套路 比如說韓市長只有講恢復承諾 可是蔡總統就故意把他扭曲成說 這個要恢復年改 取消年改 恢復18% 然後他的子弟兵就開始說 大家這個要加稅了 要加稅了 然後剛剛韓市長解釋的時候 又說他是急轉彎 現在說他是急轉彎的 左是金飛 說他講話修正 所以我現在講 我上一段我才提到加稅的問題 或是債留指示的問題 我才講說根據公共債務法的規定 金長門的預算不得舉債 軍公教的薪資福利待遇 退休輔序之前 所有的開銷都是金長門的預算 依法不得舉債 過去沒有舉債 現在不能舉債 未來也不能舉債 現在我們的6兆2000億的債 沒有一分一毫是花在軍公教人員身上 我才舉例高雄的3000億的地方的債務 沒有一分一毫 花在高雄的公教朋友的身上 那怎麼告訴我們會舉債 債留子孫 今天債留子孫 都是錯誤的政策造成的 或是不當的支票 政策性的支票 那現在就是張飛打岳飛 把你的債放在我們身上說 我債留子孫 各位可以看國家總預算 兩兆的總預算裡面 退伍預算只有佔7% 而且越來越少 如果越來越少 怎麼叫債留子孫 那為什麼國家總預算越來越多 那債務越來越大 其實就是有一些舉債 不當的舉債政策型的支票 好 謝謝 比如說我們說八年八天 理事長 那你6月8號會去花蓮嗎 你會去花蓮 我一定 我當然會去 那你到時候來找我 我已經跟社會 我已經講過了 我是天智第一號的大韓省 好不好 我一定會到 但是現在這個18% 會負18%這件事情 你現在是這個市主 你真的要 可能要好好的多去幫 韓市長解釋一下 不會 因為我發現 剛剛因為發生之後 感謝TPBS能夠 你們這個節目能夠讓我們澄清 然後幾個媒體都來了 蘋果也來了 都已經做適當的澄清 韓市長 市府團隊也做了說明 韓市長自己親自出來說明 我相信除非你是惡意的 或者你應該是瞭解的 好 謝謝李萊希理事長 連續兩段的節目 跟我們做訪問 也把話講得很清楚了 如果再聽錯 可是我剛剛看很多人 還是說他轉彎了 什麼卓士金飛 那就真的我也沒有辦法了